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兵蓝昂,欢迎来到民族正线栏目 那么这一集呢,我会跟大家来谈一谈 这个解放军军机今天在我国台湾省上空驱逐美国战机的这个录音公开的这件事情 同时呢,在这个动作进行的同时呢 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联大的这个视频讲话当中呢 直接就叫完美国,直接就是批评美国 直接就是指出来美国搞霸道主义,霸凌主义,霸权 那么这个呢,军事呢,是政治的延续 那么在政治舞台上,直接这样指出来 也就是说,之前美国搞中国,习近平在对内部的讲话当中 他已经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态度 但在世界舞台上,这是第一次 但同时,一共有三次是这样表态的 所以说这也是作为一个国家主席,国家领导人 这样的姿态,我认为我作为中国的底层老百姓 我是高度支持我们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用这样的言语,在政治舞台上出现 我觉得这就是,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领袖 才是可以领导我们走向光辉道路的一个领袖 所以说,我说习近平他从人民 从人民当中出来的两样的 他和一般性的那些红二代不一样 他是属于是过过苦日子的 我一直都这么讲 他知道老百姓的诉求是什么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谈话的同时 在联大讲话的同时 我们的战绩马上就过去 显示我们的姿态 对于这个事情,我认为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同时也表达了 同时它也是不正常的一件事情 什么叫不正常 就是说我们 平时我们在烙台飞行当中 我们不会有这样的动作 美国战绩来了 由于过去考虑到中美关系 我们有的时候也不会来公开这些录音 去逐就去逐 那么近段时间以来 先后有两次是公开这样的 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公开 那是显得不正常 但这又是正常的范围之内 正常的就是本来台湾这个岛 它的上空,它的海域,它的陆地 都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这个是不容置疑的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叫做正常 那么这个动作是配合习近平的联合国大会讲话 同时进行 我认为这非常振奋人心 我认为这就是中央的一种姿态 在这个昨天汪洋的海峡两岸的这个论台当中 他已经对台湾民间最后通牒 实际上也是对台湾的一种 民间的一种态度的失望 他们也已经知道是这么一个情况了 好,今天习近平就发表这个讲话 同时我们的战机直接就是在台湾上空做这个动作 我认为这就是大陆中央高层领导人 已经公开的来表达了武统台湾的意愿 我觉得这个就是长期以来我们的 我们这些武统派 我们广大的支持武统的网友的雄起的时刻 就是这个时刻 这个是我们说没用 我们up主说也没用 要我们的领导我们的 我们这个民族的领袖去说这样的话 我觉得才是对的 同时这个战绩过去了 我觉得是对的 领导人的意思 才是人民的意志 才是人民的名义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是挺高兴的 也是我们含了这么久 武统乐意见到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两天啊 台湾呢 有个叫做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啥 就那个家伙穿的那个人模狗样的 有的时候穿个白西装 打个领带 也跟我一样戴个眼镜 那家伙叫什么 叫什么少康什么战情妇 对吧 这个人呢 我平时我不太去关注这种人 在我看来呢 就是这人呢 我看过一两次节目 我觉得呢 跟这个现在这个江启臣啊 差不多 都是长了一副呢 这种 就是面词新鲜的那种奸诈样 这种 样子呢 应该是 应该是像香港那些商人的那种样子 不像台湾人的这种样子 更像 给我感觉更像那些 那些就是维利是头那些香港商人 那么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大陆网友是傻逼 说大陆网友是傻逼 后来他又跟证 他说 我不是说所有的大陆网友是傻逼 我说那些 对台湾要 打打杀杀 喊打喊杀的是 傻逼 要武统台湾的是傻逼 这句话 说句实话 我呢 觉得是这样的 现在呢 其实说实话 对台湾 喊打喊杀 现在不是说 我们这些网友 在这里喊打喊杀 这个 这个叫说 少康的 你要明白 不是我们要喊打喊杀 而是中国人民 解放军 用这个 轰鸣的 轰隆隆的 这个战机发动机 和这个 这个 军舰 和这个 战斗的这种气势 是这个在 这儿八点的 在为这个 打打杀杀 做准备 所以说呢 也看得出来 这个 这个叫 少康战情妇的 这个主持人啊 这个人 我听说 好像是个窝囊废 我不知道网上 因为 我在别的 App主上面 提到这个 有的人提到这个 下面就是说 这个人是个窝囊废 我不知道这个人 为什么是个窝囊废 不过看到那样子 也是个窝囊废 因为他不敢 对中国解放军 跟中国大陆政府 直接讲 说中国大陆是傻逼 说中国的 哪个领导人是傻逼 他不敢这样讲 他只能说 中国网友是傻逼 喊武统的 网友是傻逼 还给你搞个区分 是吧 那么说句实话 这个事呢 我始终认为 他是个窝囊废 你有本事 你就直接指明 道姓 说哪个 谁吧 说过谁吧 对吧 你说解放军事吧 好吧 你也敢说 我知道 胆子也很大 但是我查了一下 这个人的资料呢 原来是好像 百年烂党里出来的 是吧 百年烂党里出来的 那么这个人呢 我有一个网友 一个贴粉 叫狗东西赵少康 我当时呢 我还纳闷 我说这个人 干嘛要叫这个名字 后来 经过今天这件事情 这两天这件事情 我深刻的感觉到了 确实是个狗东西 而且呢 你说你鹦鹉学蛇 还是这个八哥学蛇呢 我也不知道 反正呢 好像傻逼 这个词 好像是我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网络亚文化的一部分吧 那么这个专利权 跟这个知识产权 应该属于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这个网络亚文化的 专有名词 怎么你台湾人嘴巴里 再爆出来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 对吧 不是说台湾民族吗 那为什么 连这种亚文化 都要模仿 跟学习中国大陆呢 而且这句话 还是你嘴巴里骂的 武统的网友是傻逼的 这些傻逼们 经常喜欢说的这个话 那你呢 你是不是打自己一脸 你可以傻逼学 学傻逼话 是吧 那他妈 我觉得天天穿着那么 人模狗样的 往那个里面一坐 天天弄那几个女的 是吧 是不是 天天妈 骑的那个 骑的那个椅子上面 干嘛呢 有意思吗 那现在 是解放军的战机 歼十六 歼十一 歼十三大主力战机 在上空 轰鸣的这个 发动机 大家要知道 你有的没见过战眼机吧 或者没听过战斗机 在空中飞吧 那个声音是非常巨大的 那个那个声音 非常非常非常的巨大 有的时候你飞过 你低空战术飞行 有的时候你耳朵 都会都会那个不舒服 所以说 这个事情啊 我觉得最近大陆啊 在老老台飞行 飞过来飞过去 我觉得这就是好事 这就是台空 还完上空飞行 那有什么海峡中线 美国没有底线 我们还要讲什么海峡中线 过去是顾及到这个面子 顾及到中美关系 现在美国主动的 要砍掉中美关系 那我们也成全他们了 对吧 把你这个海外的 这种渗透的这个地盘 是吧 我们也要名声言声 把它收回来 这是我们大陆人 我们大陆武统的 广大网友的 一个真实的一个新生 而且现在支持武统呢 是达到85% 还是95% 那就说所有大陆网友 是傻逼 对不对 台湾的就不是傻逼 台湾的都是他妈的 是吧 是不是觉得自己党次有多高啊 穿个他妈西装 就自己党次高了 瞧那副奴样 瞧那个寒酸药 脚上的泥都还没 才刚刚他妈洗完了 是吧 就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 在党内 他妈混不上去 干啥啥不行 是吧 出来就算他妈天天在网上造谣行 是吧 绍康战情富 真是恶心 我跟你讲你妈批 有的时候我对你这种人 我真的 我觉得真的很讨厌这种人的 非常讨厌你这种人 我也很瞧不起你这种人 知道吧 中国的所有的武统派的 网友 啊 阿坡主都很瞧不起你这种人 知道吧 很看不起你 那妈哪来的 哪来的密知自信呢 哪来的他妈优越感 哪来的高高在上的感觉 马上他妈 你这个人 他他他本身就是一个独派嘛 就算你是有一个国家好吧 马上他妈当王国奴了 你有什么办法 啊 有什么办法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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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在这个他妈演播室里面 天天天妈吹这些牛逼呢 天天妈哪个哪个 拿个那个白板在那里 拿个笔记要别画 是吧 觉得自己节目做的 有多多多牛逼多高尚似的 谁要看 说的 要智慧没智慧 要他妈内容没内容 他妈造谣 他妈天下第一 是吧 所以说 这一说 那么 这个视频呢 我就把这个习主席 跟这个中国战役机 驱逐美国 这件事情 以及呢 这个 赵上康的这些言论 骂大陆喊打喊杀的 网友是傻逼 这件事情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 分享我的看法 那 反正呢 这个中国呢 也是有这种姿态的 你美国飞机 不要过来跑 那么我认为呢 其实我们应该更像 像这个俄罗斯学习 也应该像这个 美国自己自身学习 下次他在哪一个 这个能过来来访问 直接拍两个战机 给他那个 那个那个 抵近他的这个民航客机 是吧 抵近他的民航客机 也不要做过什么危险动作 就就就跟他一起 半飞 陪他一起半飞 是吧 还有那个啥 他那些侦察机 直接直接冲上去 直接冲上去 让他那个飞机差点坠机 就像俄罗斯在黑海坐的 那个对他的 不赛懂 这种海神号 这种飞机一样的 直接冲上去 是吧 下不我们就 我们就在台湾的上空 飞来飞去 我们现在已经飞越了 台湾的什么上空 天天唠唠唠 海上军舰也要唠 飞机也要唠 那那个 看那个 看那个啥 那个赵少康 他有什么反应吗 是吧 接着来看看 可以关注关注他的节目吗 是吧 不是不就想要你收收拾率吗 语出惊人的 对吧 民主社会 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在那个议会 国会上面 他妈打打杀杀的 你打我 我打你 谁他妈打得越凶 谁就被关注 关注度就越高 对吧 他那个电视台 也是一样 因为我在这个电视台 我那个 是吧 我一个主持人 我就敢直接骂 骂丧话 骂粗话 是吧 行吧 你骂吧 你越骂 解放军机 飞机去的越多 飞的也就越猛 说着实话 那前两天 还把他那个飞机 遛一下 包饺子 包两架 是吧 他都是姿态嘛 你跟中国解放军 跟中国中央军委 跟中国领导团 你就说这些话 是吧 什么玩意儿 好吧 这期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 我是老闭赖 喜欢的 点赞订阅 谢谢各位 谢谢 给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